我今天要來介紹我的一二三月愛用 也不算愛用就是買的東西 然後我自己還有持續在用 因為我通常買一個東西用了就用很久很久 所以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還有買一些保養品 我覺得就是被種草以後真的覺得還蠻好用的 然後今天因為在家裡 所以就是睡很晚 然後不太打算就是好好裝扮自己什麼 所以就戴了頂帽子 想說等一下還要洗澡就不要先為了拍視頻而洗 好就這樣子 那我就會講很多就是拖很長 所以我就趕快來介紹 第一個是吃的 不是吃的是喝的 吃的我最近沒有吃到什麼特別好吃的東西 餅乾的話有 但是前幾支視頻它一直瘋狂的出現 但我最近也找不到所以我就不介紹 然後現在要介紹喝的是這個 這個是因為就是統一超商 就是每半年它就會買一送一一次 然後我覺得非常的不錯 我們家因為我們家的大人 就是不太喝不太習慣就是 咖啡豆腺磨那一種咖啡 所以他們都會買這個 然後我們家一次就會買個二三十包 它一包通常大概有五包還是六包 就是每個流點不太一樣 這個是今年的新口味吧 因為我之前沒有看過 是櫻花風味OLE 它倒出來的粉末就有點粉紅色的 有點像沙肉還是什麼很美 而且喝起來也不錯 它就是一百二十塊 然後裡面我看一下有幾包 裡面有五包 一百二十塊裡面有五包 然後如果買一送一買超划算 它喝起來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好喝的奶茶 雖然我一直覺得櫻花風味到底是 櫻花風味到底是什麼 不過它喝起來非常的好喝 我覺得不輸其他帶妝的奶茶 我覺得有點比手搖杯還更好喝 所以你們可以喝 像我現在自己也在喝 然後它裡面沒有一些什麼奇奇怪怪的東西 因為外面通常你買什麼玫瑰拿鐵 它就故意硬加個幾片玫瑰花瓣 那口感其實非常不好 但是它裡面就是很完整的就是奶茶 應該是沒有咖啡啦 我看一下 對它應該沒有咖啡 它就是櫻花風味歐雷 所以就是不錯 而且我覺得它就是奶味跟那個花香味協調的非常的好 就是大家可以去買來試試看 然後 今天光好好 我今天有畫了眉毛 好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是吃了就沒了 然後再來是帽子 就是最近 我看大家 就是很多人 一直買 紅色的東西 所以我就被紅色的帽子收到 這是一個Forever21的帽子 非常普通 就290塊 有點像救生員 但是我覺得 我就不拿下來 就是我覺得還不 還不錯喔 就是 紅色應該感覺夏天 會開始有點流行 所以我買了點紅色的帽子 這樣 好這很簡單 真的沒什麼好介紹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 我現在正在用的保養品 沒有什麼化妝品 就是保養品 然後第一個我要介紹的是這個 這是 Kiehl's家的東西 然後就是 我最近 也是被種草的 不過我忘記它中文叫什麼 不過就是一個精華 液 精華霜 反正我有點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它就是強到你 強打裡面有非常多的 維他命C 還是什麼什麼的 就是可以讓你的皮膚 就是 微膚彈性啊 然後 稍微白一點點 但是就讓你肌膚比較健康的 不過我實際使用下來 我沒有非常明顯的特別感受說 這個好像讓我皮膚變得真的超好 還是有什麼改變 不過就是 你第一次用的時候 像我第一次用的時候 這兩邊會很 嗯 它好像微燒 就是它會有點刺刺刺你的皮膚 不過就一兩次就好了 像我給我家人用的時候 他也會說 欸怎麼有點好像咬皮膚 還是在燒皮膚 不過就是 你燒完皮膚的這一塊以後 就是 好像這邊就是 細紋會開始慢慢變少 然後 整個皮膚的狀況也比較好 但是就是沒有 你會覺得好像立刻 改善改善非常多 因為我當時候看別人 就是 介紹的時候 他其實是針對比較 30歲以上的人 但我也30歲了 所以就是 我就買了這個 但我用了很久了 我還有半瓶就是 我幾乎 每一天使用 就是晚上的時候使用 就是它會讓你的肌膚好像看起來就是打底的時候 比較健康一點點 就是 是 推薦大家使用 但也不一定要買 如果你喜歡他們家其他的商品的話 可以先 就是用 然後它是一個比較 白色質地的 這種 白色質地的東西 然後就可以 可以塗開 然後也沒有什麼特別味道 就是一種 一種 不是化妝品種香味 就是一般的味道 就是 可以去用 然後 中文名稱的詳細連結 我在 寫在下面的info box裡面 好 然後第二個 我要介紹的是 這個 好 是HC的 神仙水 我是被 菜鳥日記 就是 種草的 它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 前陣子的冬天不是 很乾嗎 所以我就也脫皮的非常嚴重 雖然我是混合肌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脫皮 就脫到我覺得 我好像變佛蒂摩 好像要整個換成一個人了 所以我就去買了這個 它 它 蠻划算的 它其實 不到400塊 因為我是 Yahoo奇摩拍賣袋 就是購買的 然後不到 400塊 但它非常非常非常好用 第一個是它 就是同能嘛 所以它又再清潔了 然後再來是 濕膚的時候 你的脫皮真是很快 就好了 再來我買這個原因是因為 我雖然很想買SKII的 神仙水 但是呢 我現在真的沒有錢 所以我就先買了一罐這個 不過我就是 我原本的 其實我這次我已經快準備用第二罐 所以我先囤起來 我原本的那一罐 已經升到剩半瓶了 所以我就是我幾乎每天在使用 我覺得我應該會持續使用到 我找到其他 我覺得還不錯的商品 或想要實驗的商品的時候 我才會把這個先暫時停下來 不然我應該會 一直一直一直買它 因為真的是太便宜了 然後它的質地 我覺得也非常的 也非常的舒服 它是好像有點 呃 凝露狀還是什麼的 然後你塗上去以後 沒有 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但是就是你敷出來的效果 會非常非常的好 欸 紋色差差好多 好啦 管它的 我買了第二瓶 AHC的神仙水了嘛 所以我就想說 呃 我想要買一個 它的禮盒 它禮盒真的送過來的時候 它就是這樣 有一個乳液 然後一瓶這個 一瓶這個 然後它會再送兩個這個 就是 呃旅行主 就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就是兩個大瓶的 然後兩個小瓶的 不過為什麼要買這個呢 因為這個單買一罐 那時候是三百九十幾塊錢吧 可是 買四罐是 六百 快 那為什麼不買四罐呢 我想我之後 要出國玩的時候 就可以再帶上這個 因為通常 我不太喜歡再把自己的東西 帶進 裝進外面買的那個小瓶 我就會有點不太敢使用那個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 一個心理狀態 但乳液的話 我昨天才第一次使用就是 我沒有覺得有特別的效果 還是 什麼 就是乳液 但我比較推薦這一罐 好不好 這一罐 乳液就是 如果你覺得你還有閒錢 然後想要划算一點 你就去買啦 我就是一個大神心態 就這樣 好 這樣 六百 快 我再把連結放底下 好 然後再來的話是 呃 我前一陣子要買的面膜 但我也還沒有使用 就是這個 這叫早安面膜 它就是主打就是 你早上不是很趕嗎 所以你就是 把它敷上去 然後一分鐘 還是十秒 忘記了 你就撕下來 然後你就裝前保養都好了 我是覺得有點恐怖 但我雖然還沒有使用 因為我覺得一打開 就要一直不斷的使用 所以它是 它是這樣打開 然後裡面就拉環拉出來 就是你可以持續的使用它 然後就是 它會 你就可以按照上面的步驟做使用 然後它有 我看到的話 它有兩個 味道 我覺得這個味道比較適合我 然後 我那時候查的時候 另外一個好像是超保濕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 比較清爽型的東西 但我還沒有實際上做使用 你應該會四月的時候 再開始使用 我把我之前的東西用完 好不好用之後 再跟大家說 不過就是網路上 就是蠻雞腿的 所以我自己也買了一個 它 不貴不便宜 就是還OK 就是如果 當早晨的一個 基礎保養的時候 你可以做使用 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對於那種 我們那種 時間很少 然後你需要趕快保養 就趕快出門的話 我覺得很OK 不然你早上又要打個 化妝水 再擦個乳液 然後再幹嘛 再幹嘛 再化妝 所以有點太麻煩 雖然我也不化妝 但是我覺得這個還OK 就是 如果你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你一浮上去 你臉醒了 那你就可以 趕快對你的臉 做一些事情 請它趕快 恢復健康 然後讓你的化妝吃下去 或讓你的氣色 比較好一點點 就是這個 面膜的部分 好 我要來喝我的 歐雷了 好爽喔 好 然後再來是 我買了一個眉粉 就是 我未買而買 然後 超難用的 所以就 這樣 掰掰 這個丟了 好 然後最後就是 因為我極度喜歡 護唇膏這種東西 不管有色沒色 無色都好 我就是包包一定要有一隻護唇膏 然後 然後 我的人生 就是覺得 我今天如果要去面試 考試 或是見重要的人 或是我覺得需要有一點勇氣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塗護唇膏 我就會覺得 有點像變身的感覺 就是 我會比較有勇氣去現在面對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 護唇膏是我人生中必備的東西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 藍枝的護唇膏 它是 藍枝護唇膏 看得很好 它是狗狗版的 我本來 想要買發豆 但是沒有發豆的系列 所以我就挑了一個我最順眼的狗 但是它就是 嗯 它寫它是 是什麼 潤色護唇膏 但是我的這個是無色 是西洋梨口味 它還不錯 我家人說它 香味很OK 然後 就是各方面條件都很OK 就是 而且它西洋梨是淡淡的 也不會讓你覺得很重 因為如果你的 護唇膏味很重的話 你就會一直聞到 你會 不太喜歡 所以我覺得護唇膏的香味 你一定要勝選 不然因為你護唇膏在這裡嘛 讓你鼻翼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討厭你護唇膏的香味 你就一直你聞到你護唇膏那個味道 你聞久會不舒服 所以挑一個 比較自然一點的味道會比較好 你們也可以帶去選其他的 我覺得不錯 然後他們家最近也推出蠻多商品的 所以大家可以帶去看看 這個護唇膏連接我也在放底下 大概三四百塊 所以其實還好 是為了這個狗 真的是為了這個狗狗而買的 再來呢 就是 網路上大家介紹到爛掉的東西 但我就是想要有 所以我就買了 就是這個 好啦就是小中品啦 就是也沒什麼好介紹 沒什麼好介紹的 就是我在小中品跟小黑品 所以我先買了小中品 就是我現在只用了一兩次 但是真的皮膚的狀況會變比較好 就是 痾 你好像覺得皮膚的小問題會改善很多 但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小問題 就是覺得好像用好了 但也可能是心理狀態 想說 我就是用小中品 就是爽 所以我皮膚變好了 所以開心有可能 所以我會持續的使用它 然後它就是 因為朋友的關係 所以買的稍微便宜一點點 所以我才敢入手 就是我 後來買這罐的價格是 我覺得非常的划算 我昨天去 我就反被網路的 部落格文燒到 我就被中炒 然後去買 這怎麼念啊 Eso 好 去買了Eso的東西 就是我第一次買他們家 第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那個 腋下的 呃 就是 反正就是 體香劑 就是除腋下的 然後我買的是一個 它有兩種口味 但我不知道這個口味是什麼口味 好 反正就是什麼 什麼三葵香 香草根 我買的是這種滾竹品的 但它其實有另外一種是 噴濟式的 然後我買滾竹品 為什麼呢 兩個最大的差別在於 你噴的話 有 酒精 然後如果你是這個的話 它是 不含酒精的 因為噴的話 它是酒精 所以要讓你的 呃 味道跟熱發揮掉 所以它就會 含酒精 但這個我昨天在 試的時候也非常好用 我今 我昨天晚上的時候有試 然後用過以後就是 我覺得 六個小時內 都是涼爽的狀態 所以如果你有一點點 就是比較care自己的味道 或者是你腋下比較容易出汗的人 的話你可以 試試看買這個 像我就是腋下比較容易出汗的人 我覺得有時候會有一點點味道 如果我衣服穿很多的話 就是 我就會買 我就會使用 總而言之我覺得這個真的還不錯 它就是 呃 它會有一點 呃 它說它用的時候 它說會有一點點白色的 呃 乳液還是什麼的 但是它說是正常現象 推開就好了 就是 呃 如果你很在意的人 就是 可能再看一下 但是 那不是 不好的東西 也不是什麼擦的 就是很OK 而且是很涼爽的味道 就是你擦完以後 一下會涼涼的 OK 哇 越來越暗了 好 我快介紹完了 然後再來是我買了一個牙膏 這牙膏就是 真心就是 它就是上面的價錢 大概就是400塊的價錢 對 然後就是 這牙刷牙膏它也給我聞一下 我就是 嗯 很牙膏味 我也不知道 我該做什麼反應 就是 牙膏 然後 就是 但 就是一個 拍照起來很爽啊 然後很文青的一個東西 好嗎 好嗎 就是OK啦 就是牙膏 不然 不要說什麼的 繼續 因為我覺得太暗了 所以我就開了個燈 OK 然後 然後 最後呢 是 因為我原本最有興趣的東西 其實是 他們家的那個 吸 寵物的商品 因為我家小狗的狀態是 他們都是流浪狗 然後他們的狀態就是 他們很容易 皮膚會很油 然後 就會一直抓 一直抓以後就會受傷 所以每年夏天的時候 我就會有點 擔心 就是 會不會他們今天又抓到 不行了 然後又要去看醫生 我就會 有點擔心 所以就是 也要勤洗澡嘛 但是 就想說幫他們買好一點的 就是 各式各樣都用了 所以就是 也沒有說他們家的特別好 我也沒有用過 也沒有說別人的 特別差 但是就是 你知道就是 想要給他們一點好的東西 就是想 喔我自己用了 所以他們應該也可以用 所以 我家有狗狗 然後 所以我就去買 我沒有買 就是我一直問他說 欸你們這個 有很多人在使用嗎 你們這個商品 還有其他類型的商品嗎 有多少人買 會很貴嗎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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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你是被燒 就被文章燒到啊 我說對 我被文章燒到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這個很好用 他後來是 我可能是話說 他說大家都會買一瓶 放去給專門 幫他們洗狗狗美容的地方 做 使用 但因為我後來也沒有買 就是 我想說 我要再觀察一下 因為我覺得時間還沒到 而且我也沒有錢了 所以我想說 好 沒關係我四五月的時候再來買 因為家裡也還用 但他後來人很好心的 送了我一罐 這個是幾末啊 30末吧 忘記了啦 好大概就是 小末兒樹的洗 洗小狗的 他原本的是 真實賣的話是500末 然後還有1100 然後送我一個這個 我想說我們家那兩隻小狗 可以剛好就是洗 我覺得兩次應該沒有問題吧 就是 想要給他們試用看看 然後他說 就是 他說這個不會 不會是 洗完以後 像布魁一樣超涼 但是就是 他可以讓他 皮膚比較舒服一點點 那我覺得 對小狗而言 皮膚很舒服 應該他們就會很舒服了吧 就是 所以我就 非常感謝他 是一個中山站的一個先生 謝謝謝謝 謝謝你 然後 我覺得這個很智慧 不要講 不過 我覺得我買完後 又被燒到了耶 就是 他不是給你個袋子嗎 然後袋子上面 有個香味耶 我昨天就一直被這個香味 想說 我很想要趕快搭捷運 再回去問他 這是什麼香味我要買 最後最後因為 我看了那個 布洛克元寶的 就是 他的愛用介紹 然後我就被燒到了這個 應該大理石紋 可是我覺得最好的是 他可以 發光 所以 我皮膚很黑嘛 所以我覺得我適時的可以打光 然後 你再按一下 他就會這樣 往前亮 然後再按一下 他就會兩邊亮 然後你再按一下 欸 沒有 他還有一個功用 我覺得很適合派對 他還可以這樣閃光 所以你可以跳舞 然後按兩下就結束了 這個 這個 這個我連結也再放到下面 就是 不貴 我原本以為可能要 天哪可能要一千多塊 但不貴 而且他是 就是 他有自己的USB的插座 所以你就可以定時的插就好了 這就是我剛才一直不斷打光的來源 你看看 打光的來源 好 這樣就會 比較亮一點 好 然後最後要給大家聽一首歌 是我 因為我 因為我不是 上一部 影片說我最近在看 效力加民術嗎 所以我就是 非常的喜歡這首歌 他叫 雨下了 這首歌真的 很好聽欸 然後 推薦大家趕快去看 效力加民術啦 就是真的 很不錯 欸 我覺得光 又很奇怪 好啦 我就在這個 這個公園跟大家說 結束了 就是 我今天的愛用 就是這樣結束了 愛用 好啦就是愛用 或者是我被種草了 希望 大家也可以 可以去買一些東西 就是 人嘛 賺錢就是可能要花錢 就這樣啦 掰掰